周周最强的道具 虫剑可以让所有替身都变成阵魂曲吗 Hello大家好呀 欢迎回到百科的厨房 替身之剑可以说是周周中最强大的进化道具 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5万年前 打败迪奥后其中一只被波鲁纳雷夫在埃及发现 由于箭头上刻有昆虫的图案 所以也被很多粉丝称之为虫剑 根据时间线的推论 虫剑应该一直都掌握在迪奥的手中 替身之剑有着激发生物替身能力的作用 被剑刺到的人如果能战胜剑内蕴含的能量 就可以觉醒名为替身的精神能量 周周中大多数的替身使者 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觉醒的替身 而其中最为特殊的重剑则有着 让替身二次进化的能力 只要让重剑刺中替身 就可以进化出更为强大的阵魂曲 不论是银阵还是黄阵 都有着远超替身的力量 在不知晓它们弱点前 任何替身都不具备与它们对抗的能力 那么重剑是否可以让所有替身都进化成阵魂曲呢 重剑是否真如迪亚波罗所说会主动筛选适应者呢 关于这两个问题我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普通人如果被替身之剑射中都有可能觉醒替身 只是大多数人都会挂掉 重剑的二次进化也是如此 很多人都说波波在精神衰退的情况下 不也觉醒银色战车阵魂曲吗 我先声明下波波虽然被迪亚波罗打成了重伤 但他的精神并没有衰弱多少 如果迪亚波罗不是运气好的话 二番战很可能就被波波的低血法反杀了 波波之所以阻止了银阵的第一次觉醒 是源于他当时的恐惧 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替身使者 波波知道震魂曲失控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所以波波才会把希望寄托在布加拉提等人的身上 因为年轻人代表着希望 他们更有可能驾驭震魂曲的能量 被重剑再次次刺中后 我认为应该会产生三种结果 第一种是你的替身根本无法承受 重剑中蕴含的能量直接爆掉 第二种则是类似精神力不足 无法控制震魂曲的暴走 最后一种情况才是融融的黄金体验震魂曲 这也比较符合早期的提升规则 至于说迪亚波罗说被重剑拒绝 重剑只会选择他心中的适应者 这纯粹是老板的幻觉 我在之前的视频中说过了 迪亚波罗根本没有被重剑刺中 那些都是他灵魂状态下的幻想 周周中唯一会筛选适应者的弓箭在极量极广的手中 这只才是安全系数百分百的进化道具 如果你有着极量极引的精神力的话 甚至也能得到可以媲美震魂曲的能力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百科的视频还请大家多多支持哦